自信从来没动过 从来没有摇摆过 这是什么 这是定 自信本定 所以你修定 你才能见信 才能开悟 你心有动有摇 不能开悟 读书千遍的意思是什么 心定了 一千遍念下来 没有念错 没有念漏雕 恭恭敬敬的念 居精会神 没有动有 所以 那个读书千遍是修定 定 能生智慧 能大扯大悟 后面说定自信的作用 除上面 这五种状况之外 它能生万发 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 自信变现出来的 自信怎么变的 自信随语言变的 随语言 现象 啊 语言断掉了 相就不见了 语言 无量无边 所以 他显得像 读佛刹土 无量无边 经上讲得好啊 一切法 从心相神 心相是将变化 祝福刹土里头 有同 有义 啊 同 是新鲜 义 是识变的 就是妄想 心相神 啊 心相是识 心相 神是法界 神六道轮回 啊 没有心相 神是报 状元徒 因为 是报状元徒里面的人 都是发生大死 发生大死 无名断尽了 无名是什么 起心动力 那这些人 六根在六成经线上 他不起心不动力 所以叫舍宝土 啊 不起心不动力 平等法界 没有差别 那为什么还有四十一个等级 啊 这等级从哪来的 无名断了 刚才讲的不起心不动力 习气也没断 习气也不好断 他带着 他带着五十五名习气 多少 不一样 带着多的 品位就下 带着少的 品位就下 那个无名习气的时候 最小的一份习气 断尽了 他就成佛了 就回长级光了 舍宝庄原图 也不是真的 只要有无名习气在 就有舍宝土 能生万法 是这个意思 阿赖也很厉害 把舍宝土 变成 方便土 方便土就是舍宝庄 再把方便土 变成六道轮回 怎么会死 这是大乘佛教 所说的 所以 一切法 不离自信 自信是一个 我们相信 古身先贤 都是 无私自动 就是 大车大物 民心间贤 所以 说出来 这些叫 经典 你细心去 观察 去研究 大同小异 所以用佛教的眼光来看 舍家 是福 完全 同达明了 没有障碍 耶稣 也 是福 摩西 也是 父 穆罕默 也是 父 穆罕默 不认识字 每年 可 说 可是他能讲一部 古兰经 古兰经 是他讲的 别人记录 成为 伊斯兰教 主修的 经典 跟佛经 一对照 大同小异 统统是 开悟的人 人真正要相信 人会开悟 无私自通 这些人 都是无私自通 我们对这个有信心 我们要是遇不得老四 也能自通 怎么通 一举阿弥陀佛念到地 就行 海鲜老和尚 跟我们表演 通了 他得意性不乱 得思意性不乱 得理意性不乱 理意性不乱 就是大切大悟 民心兼心 全通了 他所振得的理意性 跟慧能大师的 境界平等 跟释迦牟尼佛 菩提书下 阅读民心 开悟的境界 也是平等 孤身鲜血 为我们做出保养 我们今天 遇不到善知识 好老师 都走了 这说明 众生 佛 很浅 不能感动 佛菩萨注释 佛菩萨注释 众生 众生 要有佛宝 众生 要善良 尘能感动 众生 心情不善 圣人 都走了 在这个世界 也隐没了 他就出山洞去 你找不到他 阿 阿 尼 陀佛 阿 尼 陀佛 阿 尼 尼 陀佛 阿 阿 阿 感谢观看